哈喽大家好我是把娘小薇 今天呢我要接受的挑战是由黑木之神提出的 五分钟打败墨影龙 开始呢我以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直到我看到了一个国外玩家的公寓 原来打墨影龙也是有速通方法的 你敢信 而且很简单 你敢就会 我现在已经月月欲试啊 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挑战吧 MCA部导陪你到牢 大家好我是把娘小薇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先让我们把需要的东西准备一下啊 嗯 是的 你没看错 我带了好几张床 聪明的小伙伴应该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 想在五分钟内打败墨影龙 床就是我们的主要武器 待会儿你们就会知道它的输出有多恐怖 上来呢还是得老老实实把水晶给挖了 这边一个啊 这边又一个 挖挖挖 哎呀 吓死我了 多亏没甩死 是个金苹果 我们接着挖 梯子打起来 我去 被这墨影龙发现了 嘿呀 你还来 我这暴脾气 不管了 我要直接开始炸床了 在床边放上一块原石 这样可以抵挡爆炸的伤害 喂 莫影龙你过来啊 过去 你什么时候在这边上吐的龙溪啊 你等等 你先让我过去 我去我的床 气死我了 看我射爆你的水晶 喂 你怎么又对我吐口水啊 小伯母 刚刚很明显是一次小小的失误 现在时间才过一半 我们等他过来炸他一下 好的 他累了 过去 他怎么停下来了 这莫影龙竟然还会做假动作 为了抓紧时间 我们直接在他老窝边上放上床 我炸 嘿嘿 炸到了吧 这边还有一个 放上原石 我炸 慢着 这输出 怎么感觉没那么高啊 这边再放一个床 喂 谁打我 这边再放坏原石 我去啊 这小黑早不来晚不来 拼命这个时候来烦我 我炸 所以我把床都用光了 他炸的他那么点穴 这跟我的预期差得有点软啊 算了算了 再来一次 赶紧自杀接着挑战 哈哈哈哈 小伙伴们看到没 这次我准备了那么多的床 保证一次把猫影龙炸的够 喂猫影龙 你准备好了吗 我炸 我去 没跌到 看来是点晚了 这次再来 哎呀 这次又炸走了 再来 哎不是啊 怎么又点晚了 这操作怎么那么难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一看就坏 一学就废 哈哈哈哈 我们先 这次我一定要稳住 好好给你们展现一下 我的研究成果 我去 我怎么把自己给炸起来 完了呀小伙伴们 我感觉时间快不够了 你们看 这边上都被我炸出了坑了 可莫影龙的雪 竟然又恢复了 哇 不是吧 这时候小黑还来打我 来你躲到角落里去 哎我快没试驾了呀 你欺负我没带剑吧 射 我再射 哇 OK 又打爆了一个水晶 接着放车 喂 你倒是快来啊 别吐口水了 快点 五分钟就要到了啊 一分钟后 我去啊小伙伴们 这么一龙光吐口 睡着在这吐了快一分钟了 你敢信 这样的话已经超过五分钟了 啊 真是气死我了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今天非得用床来打败它 否则怎么对得起 我心心苦苦看的攻略的 哦 好的 小伙伴们 在我用床和钻石剑的双床攻击下 它终于直升辣马一点血了 现在我还剩最后一张床 这次真需成功 不许失败 一定要稳住 哎呀 点完了 没事没事 还有机会 我这 我去啊 怎么还是炸走了 嗯 莫一龙难道是被烧死了 哈哈 我终于成功了 打得我累死了呀 我真是没想到啊 小伙伴 说好的五分钟呢 我真的打了五十分钟啊 你敢信 本来以为看了工业 可以轻松搞定了 结果越多心态都要炸 哎 所以今天呢 就完美的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什么叫做 一看就会 一做就会 你们要是不相信 那你们也去试试看好了 记得要在评论区来告诉我 你们的成果哦 好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 想看的游戏挑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